Discovery Chinese Pro 大家好,我是Mandy 我在Adelaide教中文有六年了 从2015年开始我使用Discovery Chinese Pro 所以今天很高兴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样来利用Discovery Chinese Pro来教授中文 我的基本步骤呢,是第一大部分呢,听和说 在这一部分当中呢,我的步骤基本是 跨文化常识 第二呢,介绍讲解新词汇的发音和意思 让学生能够充分的熟悉听和说 接下来我讲解相关的句型和语法点 然后讲解课文,口语练习活动 最后是巩固练习听和说 在这一大部分当中,我基本上不介绍汉字 我的第二大部分呢,是讲授汉字的阅读和写作 这一部分当中呢,我基本上包括三个步骤 第一点,讲解汉字,阅读词汇 第二点,阅读理解课文 然后最后是巩固练习阅读和写作 再次复制作词 第一点,讲解汉字,阅读理解词 第一点,讲解汉字,阅读理解词 第一点,讲解汉字,阅读理解词